你是否想过博物馆里头所展示的文物 是如何做到历经几百年历史 却仍然完好如初的呢 那么在展出之后 这些文物又去向何处 那今天的一起逛货舱 就要带你一起去逛一个 珍藏着上万件历史文物的神秘货舱 其实从小我就很喜欢艺术 但是发现我没有这边的天赋 我就还是很想要接近艺术 建筑的四周有很高和很坚固的铁网 这个能够避免外面的人会爬进来 咦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里头究竟藏了什么 保安措施竟然如此森严 欢迎来到文物保管中心 原来这是收藏历史文物的宝库 坐落在繁忙的玉朗港工业区 这座具有威严的现代建筑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很难想象在1995年之前 这原本只是一个旧货舱 由于国家文物局需要一个地方 专门储存和管理旗下博物馆的文物 因此建立了文物保管中心 这个建筑建的主要目的是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储藏文物 另一个是用来维修文物 我们这里有超过25间的储藏室 然后有五个维修工作室 建立于2000年 总面积为20,900平方公尺的文物保管中心 收藏超过25万件文物 而且这个数目还在不停地增加 因为中心平均每天都会接收新的文物 欢迎来到新文物登记室 文物管理员的日常工作 包括登记新的文物 和给他们制定最佳的储藏方式 除此之外 他们也负责安排文物的包装和运输 以备博物馆的策展需求 所以在接收新的文物的时候 我们会首先对他们的大小现状 数量等等进行记录 收集在我们的文物系统里面 像相机这种小型物品 就比较容易储藏 那么像这幅画一样的大型文物 又该如何存放呢 所以我们现在位于的是 储藏大型文物的地方 比较大型的复杂的文物 特别是当代艺术作品 我们都得提前准备和策划 以保确它是最佳的储藏方式 比如说这些木箱 我们是为了新加坡美术馆 所购买的这些大型画作 所特别定制的 那这些木箱的半开放式设计 不仅仅是为了确保 画作的安全和永久保存 也是为了日后我们更方便地 能存取和盘点它 文物保管中心收藏的文物 分为四大种类 除了画作之外 还包括纺织品 纸质和物品类的藏品 不同种类的文物 都被储存在严格把关的环境里 欢迎来到服饰类储藏室 不同种类的文物固然有不同的储存条件 但即使是同一个类别的文物 也有不一样的收藏方式 比如纺织品就有三种基本的储存方式 平放储存 适用于重量较轻和结构稳定的服装 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件新的藏品 送来服饰类储藏室的一件戏服 正式地把它储存之前 我会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说先用无酸纸作为一个隔层 去防止它产生任何的折痕 还有颜色的串染 要将文物永久地保存下来 除了确保它不会因为环境 而受到损害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欢迎来拍摄照片 照片档案是文物记录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物保管中心有一个文物管理系统 而国家文物局旗下的博物馆 都能通过系统查阅收藏 在中心的所有藏品 虽然文物保管中心不向公众开放 但是民众也能够通过 上传到官网的照片 阅览这些国家文物 我们试图能够复杂在中心的所有藏品 它其实帮助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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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许多藏品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那如果有损坏的话该怎么办呢 欢迎来到文物修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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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是它的颜料层 就是有很多缺湿的地方 为了让它稳定 我就用了一些加固剂 身为一名文物修复师 除了修护文物之外 也需要负责完善文物后续的储存工作 我现在做的这个步骤 就叫做编托表 所以这是一块帆布 这个步骤是为了增加 那个画作的面积 好让我们比较方便 可以拉紧在我们的内框上面 我觉得我们就是有 保护这一代历史文物的责任 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那么幸运地去触碰到这些文物的 在这里做过 其实觉得有一种使命感 面对这些文物的时候 我又是敬佩 然后又是非常小心翼翼地对待它们 因为我觉得这些文物是国家 或者是所有人民共同的财富 所以它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记忆 所以说我们的目标也是致力于 能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 所以才可以传承到以后的后代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